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俊俊来了 不得不说最近那鱼也太热闹了些 这部张雨起刚凭借一段脱口秀捶爆于是 热搜连上三天 于是的恋情线也被八个底朝天 于是芳倒是一直没回应 以沉默面对 张雨起这边一夜之间从内鱼最有种的女人 倒被前夫缘巴缘的前妻葛小倩回队 做着插足别人感情 劈腿的恶心事 然后买热搜道德审判别人 就在这瓜还在如火如荼的时候 狗仔又爆了王鹤地和陈小云疑似恋情的绯闻 最后以两方工作室都发声明澄清告终 除了这两个轮番登上热搜第一的大瓜 内鱼最近也有不少引发争议和讨论的小瓜 一起来看看吧 一 成义赴山海孔英古丽娜扎这举动彩虹线播布了 成义凭借武侠剧《莲花楼》大报约为顶流男神 代播剧包括于李怡同主演英雄志 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等 备受瞩目 目前她协同新疆维纳斯 古丽娜扎正在赶拍新剧《富山海》 古丽娜扎演过《泽天际》《雪英领主》 吴宇伦比的《美丽》等剧 她跟迪丽热巴都是来自新疆的美女 五官立体 穿起古装特别美丽 这次在《富山海》中 成义扮演的萧秋水守之天下英雄令 号召各路好汉勇斗恶势力 古丽娜扎则是饰演她的子子萧雪鱼 美丽聪明喜欢唱歌 两人虽非饰演情侣 但同框站在一起颜值爆棚 画面养眼 让人好奇这对文武双拳的姐弟 会激发出什么化学火花 就在《富山海如火如土》赶拍中 古丽娜扎日前应时尚品牌之妖 告假飞往纽约时装周 她在微博发了数张在纽约庄街的美照 其中几张她身后出现了美国跟以色列的国旗 这一疏忽让她意外踩到中国政治红线 由于中国长期反美 加上现在以色列跟巴基斯坦打仗 美国支持以色列 中国支持巴基斯坦 关系十分紧张 她此时po出这样的照片 很容易被认为她是支持美国跟以色列 很快她便遭到言上 小粉红群起狂轰古丽娜扎毫无敏感度 笨蛋美女 旗子都快贴脸上了 眼睛是瞎了吗 工作人员都不审图的吗 如果她是流量花 现在肯定完了等等扬言抵制 迅速骂上热搜 但也有网友认为 古丽娜扎应该不是故意的 没必要无限上纲 眼看小粉红越骂越烈 古丽娜扎的工作室 在风暴掀起前赶紧将有问题的照片下架 试图平息风波 毕竟她与诚意的富山海 还在拍摄中 如果因为她的原因导致无法播出 可就惨了 更不用说她还有电影出入平安 近期就又上映 小粉红讽刺古丽娜扎还好不够红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流量艺人身上 管她有意无意 直接不是被拘到退圈 就是脱层皮 只能说胡适她的保护色 让她得以幸运脱身 二 白露生日办演唱会规定 买周边才能抽门票挨轰消遣 白露与罗云熙合眼长月尽名 与张灵鹤主演《宁安如梦》 搭档王赫蒂演出以爱为营爆红 乐为陆剧女神 加上她原本跟张灵鹤爆绯闻 近来又与少年歌行敖锐鹏传假戏真作 话题不断 白露前阵子新剧《临江仙杀青石》 传出光是买美食给到场粉丝的费用就破百万 大方或好评 白露过去虽有歌唱经验 但都是戏剧插曲或主题曲 像是她曾唱过《凤求黄》主题曲 《长月尽名宣传曲》和《宁安如梦》 《江雪宁人物曲》等 但白露毕竟非歌手或偶像出身 偶尔现唱戏剧歌曲会被视为彩蛋或惊喜 但外界对白露的真实歌唱实力 其实心知肚明 被网友评价是普通的大白嗓 指音色粗重扁平 没什么技巧 但白露似乎有意想多方发展 她23日将迎来30岁生日 6日推出了包含三首歌的首张个人专辑My Odyssey 同时还宣布22日将在上海举办首唱会与粉丝同乐 据悉 专辑分为纯数位音乐版和小卡版 售价分别是12 88人民币 定价算正常 四天就卖破万张 但首唱会座位仅750席 需要购买首唱会周边满35人民币 才能抽选入场 颇有饥饿营销的意味 周边商品包括卡套 T恤和卫衣 售价35到185人民币不等 白露举办首唱会的消息曝光后 不只被网友吐槽薛钱割韭菜 虫粉形象崩塌 更引发大批粉丝不满 指白露没拍戏的空档期间要马好好休息 要马就精进演技 别把心思花在业余的唱歌上 尤其首唱会周边颜色也不是由白露的应原色 水色作为设计 不用心的细节也成为粉丝反弹原因之一 甚至要求白露方直接取消首唱会 直呼 生日开直播跟粉丝聊天都比办什么首唱会好 而由于粉丝反应激烈 白露方日前还发文 请粉丝暂停购买专辑跟周边 场面荒谬 11日白露所属经纪公司欢愉影视 发文向白露粉丝道歉 并宣布首唱会 全数改为免费赠票 周边贩售也全部取消 已购买的粉丝将给予全额退款 紧急止血挽回粉丝的心 3 杨幂生日热巴发文祝福 这细节比刘诗诗更暖心 杨幂过去搭档赵又廷主演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以及演出《扶摇》 《胡珠夫人》等爆款剧 约为陆剧女神 但近年她女神光环失灵 从前年与徐凯合演的 《爱的二八定律》 到今年《哈尔滨》1944 《狐妖小红娘》月红片 收拾跟口碑接连扑街 杨幂上个月与欧豪圆满杀青 她的首部农村题材电视剧《生万物》 她在剧中抛下偶像包袱 素颜半农妇 大展翔转型实力派演员的决心 杨幂今日迎来38岁生日 不免俗地透过工作室 释出两组生日写真 洞灵颜值与火辣身材 立刻引发关注 第一套杨幂以简约的盘发造型入镜 身穿来自Tom Brown的2024 秋冬高级定制系列套装 服装彩中式袖和服设计 利领上身布满金色刺绣 亮片外 下身更做开插剪裁 让杨幂晒出招牌白系大长腿 第二套杨幂则放下乌黑长发 在海边穿上 Sabina Belenko的2024春夏定制系列 金色贝壳作为抹胸造型的瓶口礼服 加上黑色薄纱裙身 衬托出杨幂S曲线好身材 再搭配同样是以金色贝壳 作为装饰的薄纱披风 以及金色发箍 宛若美艳海妖出巡 不止女王气场十足 更直接落翻网友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被杨幂千进加行传媒的迪力热巴 尽管杨幂已经在去年离开公司 两人依旧保持联络 迪力热巴日前准时在凌晨12点 连续第11年为杨幂送生日祝福 相比之下 前年才因杨幂主动送生日祝福 因而重新跟杨幂热络互动的好闺蜜刘诗诗 她直到今日下午才发文 迪力热巴显得更加暖心 4 田锡薇大王星月破局张灵鹤夺男一内幕曝光 田锡薇在2017年就演出 《在悠长的时光里等你》 女主角踏入演艺圈 而后与白敬廷演出《轻轻日常》 凭借自然灵动演技一举爆红 此后田锡薇手上资源极佳 代播剧包含半熟男女 紫叶龟 大凤打惊人 低智商犯罪 是目前非常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 逐游剧情叙述女主角樊长玉 家境不错 但父母双亡 亲戚想要接受她的家产 因此樊长玉顺手救了一名男子后 两人约定假结婚 保住家产 而后双方感情稳定 男子却被抓去从军 樊长玉再见他时 男子奄奄一息 他心疼不已 决心不要离婚 两人彼此相爱后 樊长玉还会上战场 替家族平反冤屈 堪称是非常骁勇睿智的女主角 田熙威与张玲赫搭档演出 竹玉消息曝光后 引起网友热议 因为竹玉是大女主剧 但田熙威资历相较张玲赫比较浅 张玲赫粉丝不满自家偶像 又要沦为二番 且剧情又是在衬托女主角的光芒 因此纷纷抵制 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 值得一提的是 竹玉男一 原定是墨宇云间 王兴月 王兴月经纪人于正在网络上 被粉丝问到下一部新剧时 于正透露有一个大女主剧 找王兴月演出封批男主 表示整体剧本不错 但仍在考虑阶段 不过最后于正选定 悬一剧《唐公》让王兴月演出 网友猜测是 王兴月过去搭档田熙威演出初次爱你 两人毫无CP感评价极差 且王兴月尚未挑战过悬一剧 因此开辟她新的戏录 粉丝也乐见其成 好了 看完最近那余发生的四件 备受争议的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